海巡4000噸級巡防艦嘉義艦以及台東艦安平艦停告花蓮港12號上午進行整補作業 工作人員一大早就針對嘉義艦船首的2.75寸鎮海火箭彈準備 並將啞彈線下 其實這個鎮海火箭彈由中科院製造 除了可以發射火箭彈以外 還可以發射高爆彈等等的飛沙傷性武器 而海巡這幾艘船船艦會這麼引人注目 就是因為他們連續兩天都出海 船出是與美國的巡防艦艇在花蓮外海實施聯合操演 但海巡署回應並非事實 只是要讓新造的艦船艇熟悉各個海運狀況 實施相關訓練 時機就是這麼敏感 12號上午又有中共軍機 運發電震機進入我國西南空域 空軍5度廣播驅離 就連軍事名粉絲專頁也發現 美國海軍P-8A反潛機 12號上午也進入台海中線北口 往西南飛行 專家也認為也有可能是美軍正在進行訓練 只是台美關係逐漸友好 不論海巡或軍事 種種行動都令人關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